市長先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周一寇早上受訪的時候是狂罵了你十幾二十分鐘 他說你是殺蛋魔鬼跟體質流氓 還是要讓你退出政壇 那你對他的這種好像有點不是那麼理性的說法 你有一些回憶嗎 我活慈悲 阿彌陀佛 你怎麼看說 因為 因為他說如果沒有讓你退出政壇的話 他就不姓周 不然他姓什麼 你覺得他姓周 阿這種口水戰不要理他 但他爆料說你之前有去找他密會一小時還稱讚他不是花瓶 就他的解釋是說你在跟他調情 你怎麼看他的解釋 你有沒有澄清一下 調情 對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說你對他調情 他用這個字言喔 對 他在臉上用這個字 喔 你有沒有還原一下當時的 當時到底 甚至有稱讚過他不是花瓶 我跟你講喔 他都民國幾年的事 他說你之前上節目的時候 他就當時在2014宣舉的時候 唉 算了 算了 不然 我還要鄭重聲明 這個調情這個用事實在太奇怪了 不能接受這個調情的說法 嚇死了 他早上還說如果投給柯文革或是投給民眾黨就是投給撒旦跟魔國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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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怎麼看說這周遇寇在喊說票投沈惠宏就是票投周遇寇 你覺得這個是在幫沈惠宏還是在害沈惠宏 他應該多喊幾次了 你會支持他 我們聽到這個說法婆感欣慰 那怎麼看說這個周遇寇封鎖你的臉書 這沒有什麼啊 不要不要看就不要看 那市長 因為早上其實張淑娟女士有正式向提告 但是整個是在鏡頭前淚灑 然後說周遇寇誤賴他 那等於說周遇寇在最近其實掀起了一個蠻大的一個風波 你怎麼看他對於這個影響 甚至對沈惠宏的選情你覺得到底有沒有影響 這也是台灣這幾年來的一個問題 我說我以前是講說 用名嘴跟網軍治國遲早會遭到報應 為什麼你知道 像他一開始跟人家爆料一大堆 我猜這個都會剪成一大堆東西 跑到YouTube的IG上去 就算他今天跟人家道歉 可是他撒出去的 人家說潑出去的水根本收不回來 所以還是 還是到處會有那種影片片段 所以我覺得這實在是很糟糕 就是說你以為你先跟人家造謠 把人家抹黑 然後再說道歉 那問題就解決了 不是啊常常 我自己都常常遇到這種情形 跟人抹黑講一大堆 後來那個公正啟示小小一個也沒有人知道 你怎麼看陳時中對這件事情 他說對這個張淑娟覺得很遺憾 唉 道歉就道歉來講 遺憾 我本來叫陳志涵跟他寫說祝他永節同心 陳志涵把他改成祝福而已 早上周日寇說他跟陳時中沒有私交 他們都是公開場合 跟你才有私交 因為你曾經請他在市府市便當 我有請他吃嗎 他早上是怎麼說 他便當吃得下嗎 我不曉得 好啦好啦不要弄 他說這樣很多人都有跟他排馬提市長 我跟你講喔 好啦好啦 這也是 這也是 這也是台灣社會一個特有現象 就是說一個 真的要開始寫論文 周一寇現象 那市長你覺得他造成了一些 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效應 到底有沒有辦法 跟民進黨或陳時中陣營 去做一個完美的切割 其實我那個戒毒 用吸毒跟戒毒來形容 真的最恰當 誰能再做誰能復做 有時候你用這個人 去造謠打擊你的敵人 有一天他反過來開始牽托你的時候 你就甩不掉嘛 所以我說還是那句話啦 用名嘴跟網軍治國 遲早會遭到報應 那你怎麼看周一會不會質疑說公器私用 但是蘇貞昌只說依相關法令就可以 那到底你覺得這是不是要來管 我還說他們 他們現在哪裡敢去管 那這樣一管的話 一樣嘛 就是說 你們用這種名嘴 打人家的時候很爽 人家這名嘴發瘋轉過來 開始打你的時候看你怎麼辦 市長再想問你喔 今天的那個 陳時長蘇貞昌還說這個 私社會調隊高宏安的任職資料 是受力願 就是這個是佛法的力願監督怎麼看 其實我跟你講正確的講法 民進黨認為他可以監督每一個人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因為平常啦 人權啦 各式啦 隱私權都掛在嘴上 這時候是典型的雙標黨 咦 市長你怎麼看 薛樂委員昨天出席陳時中的 那個牙醫的後援會的時候 他是直接針對當時自購疫苗的事情 說你們事後反口又說騙他 然後甚至像你說從智商157變57 你怎麼看到一些指控 第一點喔 我跟薛仁其實是好朋友 你知道 我還記得當年他在衛生署當醫師科科長的時候 那個全國器官健身醫師登附系統 就是他唯給我的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20年前大家都是朋友 現在兩軍對戰各衛其主 我也 不過是這樣啦喔 那個自購疫苗那件事情 欸 你那個 你們那個衛福部都直接給台北市政府公文 都講這麼清楚 說什麼他 第一個他們會買 會買兩千萬劑 滿多的 第一個他們會買 第二 買來以後 就算台北市政府買來也要給他統一分化 這個你公文都寫這樣 我們當然不買 最後一題喔 曹青城說早上的時候 他接受專門說他說 批你跟中國大陸勾搭 然後要所有的參選人宣誓 你職位共存王 你認同這個宣誓的嗎 我覺得蠻奇怪 曹青城倒立化是什麼事 他以前都不要台灣 去改新加坡國籍 他怎麼今年突然個性180度轉換 我都覺得這實在是 看這種東西後面一定有什麼原因 只是我們 我也不是CIA不能了解 你跟他20年前的言論一樣 不要說20年 但他中間消失很久了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搞不清楚